香港警方在25号接获广东省公安厅回复 对于12名涉嫌跨越国边境罪 港人的犯罪过程以及拘捕的位置 进行详细说明 有香港职业大律师表示 遗犯在内地的水域被拘捕 因此内地对他们提出刑事检控 符合内地和国际法律要求 广东省公安厅在回复中表示 涉嫌偷渡的快艇在上个月23号 早上7点左右由香港布达澳开出 并在约半个小时后 从香港东南面水域离开香港水域界线 进入内地水域 并具体指出快艇被截获时的地理坐标 位置在香港水域界线以外 东南方约26海里 香港职业大律师马恩国表示 回复清晰说明 疑犯是在内地水域被拘捕 因此内地对他们提出刑事检控 符合内地和国际法律要求 到底这12个逃犯 到底是否是香港水域被拘捕 还是在公海被拘捕 还是在哪一个位置被拘捕 这个是影响到这个审判权行使的 这12个逃犯 因为它被捕的时候 是在南中国海 南中国海是中国的管车范围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水域范围 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刑事法律 包括它的跨境 非法越境罪 这些这样的罪行 都可以适用于这个12个逃犯 所以中国这一次的检控 是符合中国的法律 还有符合国的法律要求 回复中还提到 深圳市公安局 延田分局仍旧案件进行调查 稍后将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报深圳市延田区 人民检察院 曾请对12名疑犯批准逮捕 马安国表示 虽然疑犯中 有人在香港涉嫌干犯 香港国安法等罪行 但必须要在内地完成司法程序 才能回到香港 应该就检控先 如果检控了之后 有足够证据是起诉它的 那就要经过公诉的程序 在内地广东省的法院里面停审 停审完之后 如果是定罪 就要在内地服刑的 因为香港和内地 是没有相互引渡 或者疑犯相互遣返的一种条约 或者是安排 所以内地是会在这个12个罪犯 完成了它服刑的这个时间之后 就会将这12个疑犯驱逐出境 这12个罪犯是会被递介出境 从这个深圳的口岸 递介回来香港 马安国还表示 香港和内地属于不同的司法管辖区 因此他认同特区政府多次提到的 徐尊重内地刑事司法管辖权的说法 凤凰卫视 金小飞 香港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